Hello 大家好 今次的賽事就來到 星期三晚10月14日 跑菊草夜馬 今次的珍妃買定離手 就選到第五場 四班千二米這場賽事 和大家選到四隻馬 買珍妃的二重賽 首先選一隻A膽 會要到七號的得益良多 和大家看看片 因為其實它今季 跑過兩場 一場是菊草千二 一場填草千二 其實看它早段出閘過一下 就可以了 看看季流初出那次 9月16日 跑夜馬的菊草賽事 得益良多就是四檔起步 好 出閘了 不夠快 藍色三隻 看到在後面 推極都不快 沒什麼前速 對比起馬過往fit的時候 有很大的分別 結果轉了第一個彎 它才繼續推騎之下 才能上去 好 看到這裏就可以了 最後這次是跑第七的 然後季內第二次出賽 也就是上一場賽事 跑田草千二 看一看速度有沒有什麼改變 九檔起步 就是得益良多 好 出閘了 看到它的頭扭了出來 速度方面 比起它剛剛看第一條片 那場菊草好很多 不過它還是要繼續推騎 好 看到這裏就可以了 最後的良多 也是跑第七 也就是今季跑過兩場賽事 也是跑第七名 今次叫做割續菊草賽事 也是跑12米 檔位那方面 就錄檔起步 預期它在組亂的時候 應該是可以放得出的 為什麼我今次會這樣預計呢 因為看看它的配備變動 得益良多 今次轉了配備 將眼罩脫掉 重戴一個羊毛面固 這個配備變動 也是顯示到 目前來講 現在匹馬 跑過兩場的狀態 已經是慢慢提升 特別是講到 組亂的時候 前速的發揮 上一場 剛才看片也看到 田草那場 早段已經夠快 可以等到在前面 比起它初出那場 有一個明顯的進步 所以 目前得益良多 其實也不是太需要 這個眼罩去幫忙 所以就除了它 然後換回羊毛面固 也是它以往上季 在大摩買房的時候 贏馬的配備來的 用人方面 也是用到周進樂去拆騎 用一些減榜騎司 一來當然副榜可以輕一點之餘 二來組斷的話 也希望這隻馬 可以再主動一點 所以如果今集 今場 它出閘順利的話 不要慢閘就可以了 相信它在組斷的時候 都可以做到 放在前面 貼實條難放的 隨著評分 下到51分 距離它上季 49分 贏馬的時候 已經是越來越近了 距離 所以今場 用了減榜 是有機會 可以贏到馬 所以選一隻7號的得益良多 做一個A膽 然後B膽方面 就要一隻1號的晉晨 又跟大家看片 上一場賽事 9月16號 跑谷草12米 這場晉晨就贏馬 留意著 十檔起步 粉紅色衣服就是晉晨 好 出閘了 其實它的出閘反應 不算太快 都可以放在前面 然後看看潘頓怎樣發揮 因為其實十檔 都穩穩的方面 不算太過容易 這場見到它 都是跟手在馬群中間的位置 走著二碟有遮擋 有潘頓騎上去 這隻馬真的厲害了很多 看片這一場賽事 本身這隻馬 有一個配備的變動 除了羊毛面箍 搓大了眼罩 看到也是有一個正面的效果 幫到隻馬 可以穩定它的走勢 一直都跟著在中間 第四、第五位的位置 現在就準備入彎了 前面放的時候 是放快了 那隻的牽圓右牽在前面 第三位入直路 潘頓都立刻移出去追 移出去之後 望空一打上來 立刻有 跟著一起追上來 有外碟的戰鬥英雄那些馬 最後一百 已經是透出了 一路越贏越遠 最後 晉晨這場賽事 贏馬距離 兩有四分三個馬位 贏完馬之後 一夜加了九分 今場就上到五十九分 就要掛頭牌了 背著一三三的頂磅 雖然看起來 隻馬就比較 可能細細粒粒 因為牌位 體重都比較輕 一千零四十二磅 雖然磅數 好像比較輕 但看起來隻馬 不算特別嬌瘦 所以有理由相信 今次這個頂磅 對於他來說 影響就不會太大 最重要就是 三檔 也可以抵消一些缺點 因為沿途的走位 應該比他上一場十磅 更容易可以拍到好位 所以今次繼續跑四班 B膽的位置 都要遇上一號的進程 然後就和大家選到一些配角 首先要到八號的 戰紅三千 看一條片 看上季 上季他第一winner 在香港 也是跑谷草千二迷 可以看回 八檔起步 好 出閘了 零零射射凸出來 都算是 幾快 不過當時田泰安 這裡 就選擇捉回到後面的位置 因為這隻馬 這一場 最後也是可以贏到的 其實前面 多馬 搶了出來 要霸佔前面的位置 所以這一次 田泰安把這隻馬捉一捉 也是一個合適的做法 看到現在也是 走在虧位 戰紅三千 走在三碟 看空 但是最後還是繼續保持到一個很良好的走勢 回來 算是確立了跑法 還是要被動一些 這裡準備入彎的時候 都已經是不敢怠慢 田泰安已經開始走的了 騎下去本身看起來好像很問水 因為要不斷狂騎狂騎 但這隻馬又有 這就是令我幾驚喜 然後這裡進到直路 最後百多米的時候 都追得很厲害 戰紅三千那個追勢 最後還是可以順利贏到馬 贏一條馬頸 贏完馬之後 都可以再看他的賽跡 繼續去集中跑他的手本路程 也就是谷草千二米 也就是今場的路程 贏完之後再出可以跑第二 隔完暑假之後 來到今季 上一次他出賽的時候 都可以後上跑第三回 這些馬只會有熱身之後 會好一點 相信他今次再度是 各族最始終最擅長的路程 繼續找回田泰安來騎 這些配腳的話 就一定要預算他的 最後一隻腳 就包一隻5號的神州進馬 有一段時間沒有贏過馬 起碼上季 是整季沒有贏過 用來減分 也是 今次出賽的時候 評分回落到52分 看看他以前贏馬的時候 其實是贏過兩圈 當年在香港 分別就是45分 和51分的時候贏的 見到現在隻馬的評分 不斷回落之下 都相信他憑著 負榜越來越輕 可以有些表現 因為看到今場 神州進馬 揹著126磅而已 對比起他今季出賽的時候 甚至乎上季的整季 已經是負擔沒那麼重 貼近他對上一圈 前季潘頓贏的時候 124磅的時候 看回他的埋門的操練 都是這樣 千篇一律 賽前上個重化 然後賽前幾天 下來香港 在飛機場做晚功夫 量一下步 通常他去到賽日 星期三的日後 都是會跳起來 即是度步 萬功夫為主 估計明天也會做一個度步 不過有沒有也應該沒有太大問題 最重要也是這樣 重化回來 今次上重化 當地試了貨集 名次方面比較厚 不過無需太介意 他每次在重化試集 都在後面回來 今場選擇他的原因 就是最主要 評分已經回落 他一個有競爭力的水平 當他扶寶不用太重的情況下 就有權可以跑得好 國能亦是夾這隻馬 九檔亦是適合他的筋 在中後面的位置 最後折一段上來 所以這隻話配角就 預算他了 好 選到四隻馬給大家 第五場賽事 A膽要到7號得擊良多 B膽是1號進神 兩隻配角分別有8號的戰紅3000 以及5號的神州進馬 現在就和大家買一條票了 選擇這個第五場賽事 二重彩 單式的馬膽 先和大家買一條A膽 7號得擊良多 拖番就是5號8號 7拖500 看一看現在的賠率 7拖5 是有301倍的 7拖8 就熱一點了 38倍 然後再買一條B膽 配角也是要5號8號 1拖5號8號 估計會比較熱一點 1拖5號 大約120倍 1拖5號 超熱 可能很多人買了下去3.1倍 待會看看會不會有回飛 因為很少見耳蟲彩會這麼熱 然后就买了连赢位 一搭8 一搭7 得击良多 一搭7连赢位18倍 对多一次条飞 A胆方面 7号得击良多 拖5号神舟进马8号战红3000 然后B胆1号晋神 拖5号神舟进马8号战红3000 最后AB胆 捕连连赢位 1号晋神 回答7号得击良多 5处飞 好了 都已经是成功买了 好 今集的真飞买定离手的二重彩功 就和大家分享完了 其余长次的心水 欢迎大家去我的Facebook 又或者稍后YouTube社群 大家都可以看到的了 希望今晚可以和大家一起赢钱 下一次就和大家见面 拜拜